台灣人喜歡粉紅鑽 為什麼 那另外一種有什麼藍鑽 我們國語說藍鑽 開坦 所以藍色的鑽石在台灣 效路並不好 因為它有諧音 對 粉紅鑽的效路特別好 那粉紅鑽很特別 一般的彩鑽 彩色鑽石 比如說黃色的 比如說咖啡色 要有fancy 才能叫彩色鑽石 但是呢 只要是粉紅色的 是綠色的 是藍色的 它只要有一點點微微 哪怕一點微微的顏色 light pink very light pink 或是說這個pink 只要有pink的就好了 對 一般的粉紅鑽 上面寫一個fancy 什麼什麼fancy light pink 只要有fancy這個字眼 價格都非常非常高 所以在今天呢 我們要讓大家開眼界 練眼力 學鑑賞的粉紅鑽 等會再來告訴你 到底有多厲害 不過現場的這顆粉紅鑽 只有人呢 它是一位運輸業千金 熱愛各種粉紅色的收藏品 不惜代價 只為收藏稀有的粉紅鑽 所以我們來看這一顆粉紅鑽 到底有多稀有 一般來講粉紅鑽石 我們買這個鑽石 都會 你去買的時候 它一定會套底 套底的意思是 這後面要把它做成那個玫瑰金 那顏色那個粉紅色顯得更濃郁一點 那這一顆粉紅鑽呢 是裸實喔 然後就可以很明顯地看得很粉 很橘 因為我們看到它的證書 所以它顏色很濃 很濃郁 它寫一個fancy deep orange 是orange pink 它沒有帶一點棕色 沒有帶雜色 它就是純的 所謂的橘色跟粉色 就我突然想到 假如我們去買那個 買那個什麼 那個水彩 你拿一點點橘色 跟拿一點點粉紅色 然後它瓢在一起 很像紅色的 所以這顆鑽石看起來 是GIA打出來是fancy deep orange pink 但是我覺得看起來 真的很像紅鑽 很特別 非常特別的一顆粉紅鑽 粉紅鑽它到底有多稀有 因為我是不懂鑽石 但是我懂新聞 很像貝克漢 為了讓維多利亞開心 豪值萬金 送他一顆10克蠟的粉紅鑽 可以貝克漢的身價 維多利亞的地位 也不過就10克蠟的粉紅鑽 你就知道有多難 很稀有 很稀有 所以我怨我不會踢足球 真的是 但是呢 這種粉紅鑽 像這一顆來講 一般的粉紅鑽 它的進度 哪怕在Sosby 或在Just的拍賣會 它能夠接受SI2 那這一顆 這個朋友拿出來的 它是VVS2 我剛才看的時候 它以為是假的 怎麼那麼乾淨 就是厲害到 讓你以為是假的 對 真的是 我們去找了資料 這個在拍賣會裡面 其實它的價格 我看應該也不是 一點點可以解決的 好 那粉紅 雖然是只要有一點粉 它就身價不菲了嗎 是 通常有一點點粉 所以說很多寶石 很奇怪 很多的這個彩色寶石 它好不會很 就是說所謂的 一顆拉以下 很少人會去青睞 一般來 比如說黃色的鑽石 是 比如說綠色的 大家一顆拉以下 很少人會 唯獨粉紅色鑽石 一般來講30分以上 在GI就有一張 很正式的證書 30分喔 小小的 畢克它的10顆拉 已經很厲害了 那個不是很厲害 那是全球都很厲害 那個可以去宇宙 所以粉紅鑽10顆拉 就已經 那不得了啦 那不是我們可以擁有的 拿來就數這個 數那個零 數到要喝一杯飲料了 對不對 那我們就知道 粉紅鑽的價值跟稀有 真的很稀有 那粉紅鑽一般來講 產最多的 當然最有名的 就是澳洲的阿蓋 一個阿蓋的礦 那裡有產很多 小小的紅鑽 粉鑽 我在珠寶展看到 很大部分都 20分 50分 到一顆拉以上 就非常非常稀有 好 那現場 這一顆多大呢 它有1.21克拉 我看的那個 證書的資料是這樣 敘述的 1.21克拉的粉紅鑽 是 那這個顏色也很濃郁 它顏色 你看它沒有套底 放在你的手上 你看它就很明顯的 這種粉色跟橘色 就表現出來 你有機會拿一下粉紅鑽 你看就這麼漂亮 它沒有套底 一般的粉紅鑽 都還要套底 才會顯得比較濃郁 然後不要放到這裡 放這邊轉過來 然後呢 老師你要拿好 你要夾好 你怎麼剩呢 是是是 這個別人也要很足 這個我們就來 就來要注意 這個東西 適戴一下吧 對不對 你看有沒有 竹然有那種幸福感 突然看你們 像北可汗的 對 然後再一看 鯉龍心 算了 對 但是的確 看鑽石是OK的啦